我们看到持续将近两年 难解的全球晶片荒 把台湾推上了风口浪尖 几乎过去从没发生过的事 都发生了 Sony单眼相机宣告暂停接单停产了 二手特斯拉居然卖得比新车还贵 这真是前所未闻 都说2022要迎来车店的黄金十年 没有晶片其余免谈 而中国现在就杀进去拼晶片自主 最后半里路 竟然也得看台湾脸色 没有错 应该是这样讲 你从Sony的相机停产 到特斯拉二手车价比一手车还贵 这事情就知道 现在金面荒不是缺高阶晶片 从低阶晶片到高阶晶片全部都缺 我相信金面荒 金面荒 大家观众朋友已经听得非常非常久 对不对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减缓吗 不是美国商务部部长 已经跟台积电开过会了吗 不是王美花都已经搭一家 我们要增加产能吗 可是现在给出了答案 抱歉 到2023年 还要两年 因为晶片跟大白菜一样 不一样 不是种下去就有的 你晶片要扩厂 你今天要有土地 要有水 然后要有电 然后要盖厂房 盖厂房要试营运 试营运之后 要确定上场线 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2023 整整两年的时间 台湾继续在全球缺晶片的浪潮上 台湾就始终会变成关键中的关键 没有错 所以说包含台积电都在台湾列地 高雄列地现在台中也要投资一兆元以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疯狂什么 你只要跟晶片有关系的东西 全部都在涨 全部都在涨 最夸张是这个东西 南韩2021年的汽车产量 超级低 只有300多万辆 穿2004年以来的最低 因为没晶片 这个东西对南韩来说很伤 南韩 日本 美国 欧洲 现在都遇到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没理到很多状况是什么东西 第一件事情以特斯拉来说 它的Model 3的二手车价 这样比新车价还贵13% 这个太夸张了吧 很多股车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当我盘子是不是 我当然要新车 对 可是我就问你 你新车等一年半 二手车 车况好现在就有 请问你要哪一个 我现在就想开啊 对啊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讲一个我朋友真的问 真亲身遇到问题 他去年买了一台好车子 169万二手车 里程速3000公里 算不错吧 很新耶 双逼的 那他原价大概200几万 169万入手 结果他今年刚刚划手机 划到什么东西 同款 同型 同年份 里程速变成25000公里 是 你知道车价变多少 多少 185万啊 反而这个价格倒掉 这个开越久车求率越高的 车子卖越贵啊 同型同款 同型同款 所以他现在卖掉的时候 现赚20万 太夸张了 所以说到底就是因为车用晶片 等不到要不到 所以车子做不出来 对 那另外一个选家说 好 那么我喜提新车也不用等 可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拔晶片 现在都是一期一幕 他改成降规 变成指针式的 你问你要不要 然后很多工人 他甚至说鑰匙先给你一把 为什么只给你一把 鑰匙有晶片啊 另外一把 我两个月三个月后面补你 所以这种车用晶片 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 现在面临到非常多状况 什么东西呢 所有车厂都知道 我今天要切入电动 尤其是电动车的市场 晶片用特别特别多 我绝对不是先确定 我的车厂有好 我要先确定 我的晶片厂支不支援 是 所以你看到文在寅27号 找六大企业午餐会 他要干嘛 敦请三星跟现代集团 共同合组 车用晶片联盟 三星是做晶片的 现在是做车子 以前这两个是八堪子打不着的 对于现在来说 过去一台车晶片 大概十片到二十片左右 现在一个电动车至少 五十片到一百片晶片 是 完全不同量级的 所以你看到 现在第一件事情 你想跨电动车 你除了要克服电池之外 抱歉 电池还简单 现在要克服晶片 所以连文在寅都自己瞧 把三星跟现代两边兜起来 所以南韩的强强战队 已经成型了 那台湾怎么办 台湾一样 鸿海也宣布 与第四大车用晶片厂 共同开发车用晶片 为什么 因为现在车用晶片 面与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的晶片能不能生产出来 这是生产端的问题 鸿海跟台晶片的互动不错 应该是可以拿到晶片 可是有个大问题 我的设计的晶片 够不够聪明 这是两回事 我设计的这个AI晶片 够聪明的话 才可以支援我Level 2 Level 3 甚至Level 4的自驾 那我彻底完晶片之后 我要有人做出来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现在面临到 你第一个要设计 要设计好 第二个要赶快抢到 人帮他做 那我们台湾得天独厚 鸿海不担心 台积电会不吃他的单 可是他需要有 设计晶片的联盟出来 可是相对一些比较小的 然后利润没有那么大 就真的比较惨 比如说松里相机 这么多型号 全部都暂停接单 连相机都被影响到了 你是台积电先做相机的单 还先做特斯拉单 当然是吧 我没什么好讲的吧 所以现在讲到的 28奈米的车用晶片 或者是更先进制程的 手机晶片 我跟你讲都缺 因为会有排挤效应 现在危机感最强的 一个地方在哪里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危机感这么强 它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想办法 2025中国制造 所以中国确实开始掀起一股 就是晶片自制的这种风潮 可是我很担心 我们节目一播出之后 美国的商务部 又开始制裁了 为什么 当然我怎么可以让你自己自制 你看到美联社直接就说 中国谋求晶片供应自主 加深全球不安因因素 什么意思 它会有两层的因素 第一件事 因为美国对于中国晶片是打压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你打压非常非常强烈的时候 中国不可能坐以待毙 他不坐以待毙的状况就是说 他想办法走出另外一条路 所以中国现在是请全中国之力 而且最顶尖的科学家 最优秀的科学家 想办法走出另外一条 跟大家都不同的路 可是他会遇到两个状况 一个如果走成了 中国真的置身于世界之外 美国再也拿中国没有皮条 蒙虎出霞了 对蒙虎出霞了 另外一个更惨是这种 如果走失败 他会发生什么事 会怎么样 打台湾嘛 实际上打台湾 只有你做得出今天 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如果搞不好 连2025发现搞不出来 我丢了好几兆搞不出来 我也最聪明的脑袋 全部搞不出来 然后美国越弄越弄 心意很打台湾嘛 所以这当然是对于世界 是非常非常不安定 变成说中国成功或不成功 我们都很麻烦嘛 对不对 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大陆 它要进行整个晶片 一条龙的晶片自主 我要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它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从华为到OPPO到所谓阿里巴巴 甚至到小米都可以想办法 自己做晶片出来 可是我们看完这些 它其实最后一里路 都还是靠台积电 比如说先讲阿里的平头哥 以前七四年它很好 这东西那时候一发布的时候 它就说它用在阿里的云端 运算系统 阿里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阿里云光是靠那个阿里云 是解决了杭州的塞车问题 它在阿里云里面用的这个东西 是台积电5奈米的技术 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一样 你就算设计出来如此厉害的晶片 你还是绕不过制造这一端 所以如果美国商务部看到 你平头哥那么厉害5奈米 我说再下一个黑名单 那请问阿里怎么办 现在这个黑名单只有去卡华为而已 阿里可以放行 OPPO可以放行 小米也可以放行 所以他们现在能做赶快做 然后OPPO也发明这个 马里亚纳的晶片 马里亚纳的晶片 是因为世界最深的海沟 就是马里亚纳海沟 比海还深 对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要从底部往上反攻取其意 可是问题是他的晶片也是谁 台积电制造6奈米的晶片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 动漫天绕不出台积电 然后小米也发布搭载自己的 澎湃P1的晶片 澎湃P1的晶片蠻怪的 就说他这个手机很厉害 他除了当手机之后 还可以当充电宝 他可以反向充电 很快吗 还蛮快 可是这跟他的电源控制晶片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 谁会把手机打电都不够 你还把它去 但是问题状况是想 问题状况是想 他们也在做晶片自制的状况 可是这些东西你设计得出来 其实坦白讲 我认为制造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关 所以你能设计 就是IC设计最上源 你最后你还是要发包给晶圆制造厂 就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概念 回过团你就看到了 OPPO 小米 跨到2022决战止境之跌 在晒什么 在比什么 比折叠手机 没有错 现在手机 大家已经做到没有办法做 你相机再怎么弄就是这样 你也不能把人造到凸出来 对不对 那你所谓的IC 那个预算数要多快 就这么快 结果我跟大家报告 下一个手机的战场 就在萤幕 我们可以接受一台手机 多少钱我问 我小时候一台手机 一万出头 就是顶级的手机了 后来iPhone首推 两万三万的手机 大家骂声一片 彼此摸一摸还是买单 最新的iPhone12 Pro 卖四万多 大家照样骂翻天 边骂边买 边骂边买 边骂边买之外呢 还这个 买给老婆 买给女朋友 现在更惨了 各位男朋友 现在有五万的手机出来了 什么手机卖这么贵 这个手机是可以折叠的 这个手机我朋友有 真的蛮酷的 这个手机是这样的 它5G版要卖五万起跳 我跟官方朋友讲 所以已经确定 手机比电脑贵 也确定 手机快要赶上摩托车 这样的价格 它这个手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手机 你看起来平常的大小 大概就是一般手机的大小 可是当你要看这个萤幕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萤幕面 打开 打开 打开按照乘以两倍 你看它就打开 是 它打开后 你的整个萤幕呢 就已经就翻倍了嘛 对不对 而且它另外一面 你看它的那个表面 也有一个萤幕 所以它等于是三个萤幕 打开里面两个萤幕 然后折叠起来 外面有一个萤幕 所以它总共是三个萤幕的状况 那这个东西是折叠式的萤幕 其实一直要突破 一直没有突破成功 也很简单 好不然我们带回这个电视讲 就它折叠这个FOR 你要怎么样让它液晶显示 是完全无违和的 是 表示它的液晶面板是可折叠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FOR的技术 其实我在三年前到五年前 我就有看过三星跟Apple 递出专利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当这个做出来的时候 表示它的 那叫什么 你递出专利不代表说 我折叠 像这个通常经过测试 要折叠一万次 它中间都还不会有 所谓的光影或等等 表示它的良率已经搞定了 可是重点来 下一个你知道做什么吗 做什么 整个萤幕可以卷起来的 那等于我可以卷起来 放口袋放包包 你要多大就有多大了 你就变一根杆子 是 打开它就弹出来 你可以折就可以卷 下一步就是卷 我跟大家预言 下一步就是卷 可是便是折叠手机要卖五万 请问卷起来 你要收我多少钱 十万 边买边卖 我这样 我要卖胜买手机吗 但问题是这样 状况就这样 全世界的风潮就这样 所以说你看三星做出这种折叠的 OPPO也做出来了 小米也做出折叠的 然后华为也做出折叠的 所以这些都对什么 对iPhone带来巨大的挑战 但没关系 iPhone现在卖的是信仰 也不是卖产品 所以现代未来 我们要预估到未来的二到三年 从车子 从手机 从电脑 会进入到下一个世代的大变革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七报星文会员 跟俊相一起挖针酱